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 当我们要指出对方的错 必须基于爱的动机 保罗这么说 用爱心说诚实话 没有爱心的诚实话是惨酷的 让听的人刺耳又难受 因此 当我们心中缺乏爱 就闭口不说吧 相反的 父母的欠免孩子总是能接受听得进去 因为那是处于爱 怎样能让某人体会你的爱心呢 就在平常的日子里头 与记忆体的行动来关心他 包括在他背后总是说他的好话 不是闲言闲语地破坏他 毁谤他 而另一方面呢 说诚实话必须及时 有一个信徒去找牧师 谈到有一位要好的朋友的近况 他很忧心 很担心地说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恐怕他会出问题 掉进魔鬼的网罗里 牧师就问 既然是你的好朋友 你为何不直接地向他明说呢 这信徒有点犹疑地说 我担心或破坏我们之间的犹疑 牧师在问 那么你是不是要等他掉进坑里 甩断了腿 再买个轮椅给他来证明你们的犹疑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谓教会中的肢体关系 就是在基督里拥有共同的基因DNA 彼此相爱一同学习 并能在私下指出彼此过错的一群人 而当对方有病时就要及时地送药 别等到人死了才送药 你说是吗 所以让我们及时地以爱去警示身边的人 包括提醒他需要永恒的福音 Amen